欢迎各位来到NPC频道 纳粹人体实验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利用大量囚犯进行的一系列不人道的人体实验 囚犯主要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包括犹太儿童 亦有部分吉普赛人 苏联战俘和非犹太裔德国的残疾人士 这些人体实验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纳粹集中营里进行 相关实验最终导致大量死亡 毁容或永久残疾 奥斯威新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 在亲卫队的首席精神病学家爱德华维尔特指导下 选定囚犯进行各种危险实验 以帮助德国军人开发新式武器 寻找使受伤军事人员复原的方法 并推动第三帝国的种族思想 毫无疑问 纳粹的这些研究是残忍以及极不人道的 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纳粹到底进行了怎样的人体实验 在这个疯狂的实验里 不幸成为实验品的双胞胎中 只要其中一个人死亡 那么剩下的那个人也会立刻被处死 而这个残忍的举动 居然是为了对双胞胎进行病理研究 当年只有六岁的伊娃和米利亚姆 他们被带去的地方 不是毒气室 而是被称为死亡天使的奥斯威心集中营医生 约瑟夫门格勒的实验室 而他所做的人体实验 正需要像伊娃和米利亚姆这样的双胞胎作为样本 作为幸存者的伊娃回忆到 当时候他和妹妹米利亚姆 以及另外的十六祖 年龄介于一岁到十三岁的双胞胎 被送上一个传送器 他们身上的衣服全被脱掉 身上被刺了纹身 头发全被剪掉 换上一个标记了红星记号的衣服后 就被带到了一间简陋的房间 这些双胞胎都是给门格尔做生物实验用的 他们被叫做门格尔双胞胎 门格尔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简直毫无人性可言 每天一早 伊娃和妹妹都会被脱光衣服占到一个房间里 在接下来的六至八个小时 门格尔就会仔细地研究 他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企图找出双胞胎姐妹的不同之处 不但如此 他们每个星期会有三次被带到一个血液实验室里进行医学实验 研究者会绑紧他们的手臂 然后从左臂上抽出大量的血液 他们想知道一个人失去了那么大量的血液后 是否还可以继续存活下去 由于有时候被抽出的血液实在太多了 导致他们时常都会体力不支而昏厥过去 大家都知道 器官移植一直是一项高难度的手术 即使是在现代的医学中 器官移植依然被视为最困难和最复杂的领域之一 1942年至1943年期间 拉文斯布铝克集中营进行了一项让人闻风丧胆的实验 这项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骨骼 肌肉和神经再生 实验过程是 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 纳粹学者会将受试者的肩膀或者身体某个部分的骨骼取下来 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由于这种手术的风险非常大 大部分的受试者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了手术台上 就算有的受试者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他们也会因为太痛苦而被进行注射死刑 其中一个幸存者回忆到 研究者在他的眼睛盖上了一块毯子 然后腿上就传来一阵剧痛 像是被割开后被取了什么出来 两周后 他又被带到了手术台上 那时 他手术后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腿 绷带被拆开以后 只见腿上的伤口十分的深 已经能清楚看见骨头了 1942年期间 在被占领后的波兰巴拉诺维奇 在纳粹安全局官员的带领下 一项极其灭绝人性的实验 在一座小楼里秘密进行 实验对象全部是11或12岁的小男孩 他们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完全动弹不得 小孩们的头顶正上方 是一个机械化的装置 每间隔几秒钟 就有一把钢锤砸在小孩们的头颅上 以测试对他们的颅脑所造成的损伤 1942年2月直至1945年4月 纳粹科学家们在达豪集中营开展了一系列 以研究治疗瘧疾的疫苗为目的的实验 为了让受试者染上瘧疾 健康的囚犯会被关进一个 装有成千上万只蚊子的玻璃笼子里 长达两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 囚犯如果偷偷驱赶周围的蚊子 那么他就会遭到鞭榻惩罚 有的囚犯则会被注射瓷纹的 沾液线提取物 强迫他们染病之后 他们将会接受不同的药物治疗 以测试他们的相对效率 在一千多名囚犯中 有超过半数死于这些实验 此外 在萨克森豪森 布衡瓦尔德等级中营 科学家同样利用大量犯人 来测试用于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 疫苗化合物和血清 这些疾病包括瘧疾 伤寒 肺结核 黄热病和传染性肝炎 1944年7月 汉斯埃平博士 在达好几中营里 进行了很多 关于直接饮用海水的实验 在他的授意下 90名实验对象不允许进食 也禁止饮用淡水 只能被迫饮用海水 高严度的海水 导致他们身体器官的严重受损 由于湿水严重 饥渴难当的他们 甚至去舔刚被清洗过的地板 以获取微不足道的脏水解渴 1933年7月14日 预防后代基因缺陷法 在纳粹德国通过了 该法案 强迫那些患有残疾 和先天性心理 生理缺陷的人们 进行非自愿劫育 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 酗酒 精神错乱 失明 耳聋和身体畸形 法律通过鼓励 淘汰他们来增加 健康亚利安种族的数量 在短短四年里 就有30万人惨遭绝育 1941年3月至1945年1月期间 由凯尔克劳伯格博士 牵头的大批绝育实验 在奥斯威辛 拉文斯布鲁克等集中营进行 这些实验的目的 是为了研究出一种 极省前又高效的绝育方法 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进行绝育 实验尝试了各种方法 包括X射线 手术和各种药物手段 实验证实了 对妇女进行含有点和硝酸银的静脉注射 可以有效绝育 然而却往往伴随着副作用 比如阴道出血 严重的腹痛和子宫颈癌 最终 辐射被证实为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只需暴露于大剂量辐射中 便足以摧毁一个人产生精子或卵子的能力 在实验中 受试者被带入一个房间 花两至三分钟填写一份表格 可是他们却浑然不知 这个房间会被注入大量的辐射 在他们填写表格的同时 大剂量辐射悄无声息的作用在他们身上 不明就里的受试者 从此完全失去生育能力 甚至还遭受了严重的辐射灼伤 1941年 德国在东线作战中 面对了严寒天气 大量德国士兵被冻伤 纳粹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东欧和俄罗斯的囚犯 来检验他们是否具备耐寒的基因 于是 对于低温症状的研究 也纷纷在各大集中营展开 在零下六度的气温下 囚犯被迫赤身裸体地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 借此研究暴露在急冷的环境 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除此之外 纳粹学者们还研究了很多恢复受试者体温的不同方法 比如直接暴晒 又或者用废水灌入幸存者的膀胱 肠道以及胃部 导致受试者直接死亡 另外 他们还会把受试者放在裸体的吉卜塞女人之间 强迫他们性交 以性刺激使他们复温 而且最终他们发现 这个方法居然比灌肠的效果来得更好 1942年初 达豪集中营的囚犯 在西格蒙德拉舍尔的威胁下 被迫接受了一项实验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 怎样才能让德国飞行员在高空弹射后存活 这些囚犯们被送进一种特制的低压式 以模拟在高达2万米高空中的气压条件 据传 拉舍尔会对在实验中存活下来的囚犯实施活体手术 以研究他们的脑部构造 在多达200名的实验对象中 有80名当即身亡 而剩下的最终还是被处死了 1943年12月至1944年10月间 布衡瓦尔德集中营进行了 关于各种毒物作用的研究 在实验中 毒物被秘密地掺入囚犯们的食物中 而毫不知情吃下这些的犯人们 很快出现各种中毒症状 他们中毒身亡后 立刻被医生们送去解剖 以研究毒物对人体的危害 1944年 很多囚犯被迫参与了毒物子弹的研究 他们被含有各种毒素的子弹击中 以此来研究这些毒物子弹的效力 这些可怜的实验对象们 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后 纷纷死去 在二战结束前夕 纳粹着迷于燃烧武器强大的摧毁能力 寒林的炸弹 的确能造成严重的伤亡 白磷可以通过吸入和吞食侵蚀很多身体组织 最初的燃烧武器包含能治三级烧伤的磷质 可以直接作用于皮肤 也有很大的风险被其他器官吸收而导致衰竭 1943年11月到1944年1月期间 在布衡瓦尔德集中营中 实验者对受试者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不同化学物质对于燃烧弹效果的实验 他们将燃烧弹中提取出的寒林物质 涂抹在囚犯的身上 并测试燃烧效果 受试者通常会被摧毁到濒临死亡 然后就被丢进焚化炉里 那么纳粹这些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是否有其科学价值呢 当二战结束后 国外科学家发现许多纳粹医生的实验室的笔迹 其实是胡言乱语 研究是如此草率 以至于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受试者大多被无缘无故折磨致死 因为饥饿 疲劳和高度压力的个体 根本就不是适合的测试对象 科学界得出的结论是 大多数纳粹的实验结果都很糟糕 而且毫无用处 其医学研究混乱无序 纳粹医生所做的大部分工作 从医学上和科学上来讲 完全是浪费时间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欢迎分享 评论以及点赞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